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清脉大学播客第三季第四期 我是今天的中文主播赖琳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 清脉大学联合七所研究型大学 共同签署研究型大学网络 RUN第三阶段谅解备忘录 2023年2月19日 由泰国农业大学 朱拉龙宫大学 孔敬大学 法政大学 纳瑞轩大学 马西龙大学 宋卡王子大学 和清脉大学 组成的研究型大学网络 RUN在清脉泰北科技园 共同签署了研究型大学联盟第三阶段 谅解备忘录 参加研究型大学 Niwat Gelbradab 助理教授 马西龙大学校长 Banjong Mahai Svaliak教授 农业大学研究与创新副校长 Sukhe Nakak Satien副教授 法政大学研究与创新副校长 Silvan Sipnukan教授 朱拉龙工大学研究行政办公室主任 Atalia Asson-Inn博士 在2015到2023年过去的八年中 RUN网络下各高校基于真诚 平等和追求卓越的理念 协同发展 为全球高校科研共赢 务实的发展开辟了新维度 并成为经典案例 此次签署谅解备忘录 则进一步强调了 RUN网络的重要性 RUN网络的建立 旨在通过增强高校科研实力 及教育发展潜力 以推动泰国教育科研 在东盟区域的综合影响力 通过对国家、区域及世界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进行科研立项 并将这些科研成果 转化为泰国 及东盟区域发展的重要成果 另外 该网络也将通过科研信息共享 重点关注 能源、食品与水安全 气候变化、材料科学、健康 及东盟研究六大科研集群 努力成为东盟地区智库 及创新中心 在该网络中的教师、科研人员 及各层次学历学生 以及博士后 能够共享科研资源 研究设备、研究经验 和研究管理方法 共建科研项目 共同分析和完成科研解题 我们非常开心看到清脉大学 在科研创新 埋出的又一部夯实的脚印 以上就是我们清脉大学播客 今天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